一只凶猛的坏小兔的故事 这是一只凶猛的坏小兔 看看它 野蛮的胡须 它的爪子和它番茄的尾巴 这是只温柔的好小兔 它的妈妈给了它一根胡萝卜 坏小兔想吃胡萝卜 它没有说请 它直接拿走了萝卜 而且它把好小兔抓伤了 好小兔爬走了 躲在一个洞里 它感到很难过 这是一个拿着枪的人 它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东西 它还以为是一只非常有趣的鸟 它捏手捏脚的走到了树后 然后它开了枪 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当它拿着枪冲上去的时候 在长椅上发现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小兔从它的洞里探出头来 它看到坏小兔哭着跑了 没有任何尾巴 也没有胡须 不怕唱不及 啷 它在长椅上发现的 会是一只一个人 不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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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离